我真是央视秋晚的老朋友 然后去年也来到了秋晚的舞台 今年又一次登上这个舞台 我感觉特别的幸运 而且之前还登上过秋晚舞台演唱的花满楼 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 因为那一次正好赶上户外下雨 然后在雨中完成了那首歌的录制 所以成为我在秋晚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对 很多网友都以为当时是给您做的道具的雨 实际上当时是真是天降大雨 是的 因为很多跟我一起同台演出的朋友 之前他已经演完了 他们回到酒店去一看 哇 李渔刚怎么这么厉害 他怎么给他做了这么多的特效 哇 这个雨下的 哇 天 他们以为是特效 看着看着 哇 原来是真的下大雨了 秋晚其实特别的偏爱您 一会儿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去年秋晚的作品 那么首先想问您 来到这个姑苏大地 苏州有着深厚的这个文化积淀 您来到这里想到了什么呢 当时很有趣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网友 他在网上然后写了一首歌 歌名叫做姑苏 然后他就是在网上喊话 希望这首歌能够是李渔刚先生来唱 那我看到了之后呢 我就回应他 我说很好 我可以唱 所以姑苏这首歌在今年就和大家见面了 哎呀 既然来到了姑苏之地 您又唱过姑苏 那是不是作为见面礼要送给苏州的朋友 送给张家港的朋友呢 好啊 没问题 那我就唱几句姑苏 好好 太好了 两句 两句 好的 古苏星州春风浓阳流 平江路上故人一别三秋 桥下波舟 潺潺溪流 朦胧烟雨去的声 波动心头 太好听了 就是听了 婉转的一首歌 那听完您唱这首歌 我就特别的想请您含蓄的透露一下 今年秋晚您是准备的哪一首作品 刚才在舞台上完成了录像 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场 哦 现场还是非常的唯美 因为每次秋晚的舞台吧 它都是特别不一样 就是它的整个的走位 相对其他的舞台会比较复杂一点 但为什么会复杂 就是因为它想呈现那种 极其不同的一种意境 那其实唱完一首歌 好像走完了一段人生之路一样 然后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今年唱的这首歌 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 作词的人很厉害 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哇 应该是两个字 两个字 就不说他究竟是谁了 我有幸能够唱和我同性的 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诗人的一首歌 所以非常开心 舞台上也是录了很多遍 但是非常值得 今年的苏州也蛮热的 非常非常热 经常40度41度 所以刚才虽然湿透了 但是我相信 观众在听到这首歌 看到画面的时候 仍然会给他们送去 一丝丝良意 一丝丝中秋的那样 非常美好的问候 哎呀 你刚说的太好了 其实不光您说的好 您在音乐方面也经常是创新探索 比如我就知道 您会在流行音乐中 经常加入这个民歌呀 戏腔呀这些 那在这种弘扬 这个国风音乐的同时 您自己有什么感悟 能跟我们分享的呢 总之感悟就是 哎呀 也挺幸运的吧 就是说 我能够在早期 就是我在创作音乐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能够把流行音乐 和传统的戏曲去结合 大家早期会比较熟悉 我的一部一首歌 叫《新贵费醉酒》 那个真的是开创了 就是传统音乐 传统戏曲的唱腔 和流行音乐 一个完美的结合 流传度呢也特别广 那之后呢 有些歌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 民族音乐 传统音乐 传统戏曲的 这样的影子 虽然说我的歌呢 不完全是流行乐 其实里面的文化的意境 也是这么多年 自己孜孜不倦 然后去追寻的一种方向 那还好 然后有很多人 喜欢听我的歌 然后我很多的音乐作品 背后都有故事 有的是讲述中国的历史故事 有的时候讲述的是国家情怀 这个刚才李宇刚说到 自己的这个创作历程 我们其实一直能够听到 中间去充满了这个创新的理念 那去年这个秋晚的舞台上 您演唱了歌曲《万江》 我觉得我们导演团队 也是相当的有创意 您在画中游 然后从画面里走出来 这种特别的表达方式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很多朋友都为这个作品点赞 我就想知道中秋之夜 您自己在家里看了这个作品的时候 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呢 我当时感动当然特别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去年的《万江》这个作品 真的是秋晚的导演团队费尽了心思 看看怎么样呈现 能够让观众特别特别的喜欢 真是背后下了很多很多的辛苦 那其实我是从画中走出来 从虚拟到了现实 那刚才你问了 我去年当然有看 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看 经常会打开手机 就会看看我去年是怎么唱《万江》的 我经常也分不清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梦境 那首歌简直去年就是一个 给大家了一个梦境和现实之间的一个穿越 是不是心里也是默默地为我们秋晚的 这个整体的剧组点赞 说太棒了 点赞点赞点赞 谢谢了 辛苦了 真的是特别辛苦 特别的感谢去完美地诠释了 那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通过《秋晚》之后 《万江》这首歌真正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万江》刚上《秋晚》的时候 那首歌很多人都听 但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但《秋晚》一上过之后 就几乎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所有人都会唱 然后无论是小孩还有老人 嘴里都能够哼几句 《红日生在东方》 其达到满霞光 对 我们的导演呢 也特别精心编排了一个小片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让我们一起回味去年的这个舞台上的演出 当时新闻探班中秋 我现在特别要给网友说 现在是凌晨 哇 几点了 都已经快十二点半了 哇 天啊 十二点半了 在十二点半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李玉刚 哦 其实我们过中秋节还真的蛮有趣的 我们那个地方 但是在我们家到中秋的时候已经非常冷了 对对对 八月十五在东北 八月十五就已经有一些凉凉的寒意了 然后呢我们披着一件厚厚的衣服 我小的时候我是生长在小镇 然后妈妈每年到这个时候 都是把板凳放在外边 然后拿几块月饼 然后我们就喝就是井里的那个井水 喝着井水吃着月饼 看着天上的月亮 哎呀 我自己忍不住也跟着唱起来 是不是特别美 哎 要哭了 要哭了 哎呀 是 就是人生当中能够有幸唱这样的一首歌 哎呀 然后又遇到这样的导演团队能这样包装 是 真的是特别美 因为好像这个旋律虽然是我自己的代表作和原创 但一想起来都会把我自己激励 让我特别的热血沸腾 太好了 希望能够多做事多干事 干有意义的事情 有能量的事 太好了 那同样是这首歌呢 今天呢我也想创新一下表演形式 我特别请到了我们当地的西剧的这个著名演员 来用不一样的方式演唱这首万江好不好 好 当然好了 我们来请 我们来请这个董老师上调 好的好的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幸亏幸亏 董老师先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张家岗市戏剧艺术中心的演员 叫董红 是一名戏剧演员 地方戏演员 戏是那个无戏的戏子 老师有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就是说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演唱万江 要不然我们试试 试一下 我用我们西白来唱 西白是什么意思 就我们戏剧的方言 这个地方戏 地方戏 第一次听 好好听一听 红色圣色东方 几大道木牙光 我后期应生与你为 生意买雪泪堂 来东当佛共享 听力起叫几两 无关非将一生爱 千年不灭的信仰 哇 西剧 它那种味道还真的是不一样 对 它是用西剧的语言的道白 方式演唱的 就是特别会 用西剧唱会感觉说特别的亲切 好像就是在和你对面唱的那种 就像跟父老相亲和百姓 一起面对面唱的那种感觉 就可能就是戏曲 它就有着这样的一个力量 它毕竟是千百年来 就是中国流传下来 我们自己的宝汇的丰富的文化遗产 嗯 嗯 多老师来介绍一下 西剧大概的一个特色 历史 西剧是我们江苏最大的一个地方 剧种之一 曾经被我们著名的叶生涛老先生 赞誉为叫太湖一枝梅 嗯 他的唱腔呢比较柔美 然后具有我们江南的这个小桥流水的 这种清新 哦 小桥流水 嗯 是 嗯 那能不能您再唱几句必到的西剧 让我们李刚听听呢 好啊 因为他的作品中经常有戏腔啊 对 这种出现嘛 好 对以后我听了之后也可以 诶 诶 融入一些 诶 融入一下西剧 对 吸耳不听 好 我来唱一段我们这个西剧 双推磨选段 推磨曲叫 嗯 双推磨 两个人 对两个人 对对对对 啊 推呀拉呀 自 某儿自 的 某某某 一生 推磨 像牛 虫 是 两生 其 某 像 擦 某 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男生唱了 没听到 简单翻译一下 推呀拉呀 转又转 摩尔转的圆又圆 一人推磨 像牛车水 两人 切磨 是 扯 捧船 比两个人推磨的话 就越来越快了 啊 好听 我们那时候就是磨豆腐 对 这样的 据说这个叫老百姓都会唱的 对 这是我们家喻互相 小的一个老荒调 而且这个双推磨 在那个年代 我们也派成了电影 老艺术家们 是的 冯老师是不是 获得过中国戏剧的最高奖 梅花奖 梅花奖 那能不能 教一句 让李刚学学 就唱这个好吗 行 可以 就一句 推呀拉呀 转又转 推呀拉呀 自 哦 自 哇 好难啊 来让我们观众们学一学 好不好 好的 看你们会不会 对对对 谢谢东老师 好 谢谢 你有什么 那个话还想跟这个李刚说的 希望以后多关注我们张家港 多关注我们的戏剧 好 以后让更多人多听戏剧 学习戏剧 好嘞 谢谢 也感谢你们为戏剧做出的贡献 好 感谢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继继 那我们继续聊 刚才您说到了在东北过节的时候那种故事 但是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还记得我们直播的时候您特别爱吃我们送的月饼 回去以后您还发了微博 是不是有这回事 是的 是的 对我是个吃货 特别喜欢吃月饼 嗯 苏式月饼一定要尝一尝 苏式月饼 嗯 可以 嗯 但我可能更喜欢吃我们家小的时候的 无人月饼 无人月饼 因为吃着就是家乡的味道 吃着就是家乡的味道 小的时候味脸是改不掉的 对 比如说我爱吃小的时候那个月饼 无人的 然后偶尔也会有豆沙的 嗯 反正 挺好的 嗯 好的 那前一段时间呢 李玉刚的这个新歌《华像》 嗯 这个长江版的音乐录影 在发布是不是 是的 里面也很有很多的这个传统元素 有有有 然后呢 这个你看今年的这个我们中秋晚会的举办地 苏州张家岗 它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弯 被称为是江海交汇的第一弯 那来到这里 必须谈谈这首作品 也必须清唱几句 是不是 在这么特殊的地方 对 特别是在张家岗 然后长江的最后一道弯 对 然后就流向了大海 对 海纳百川 哦 没有想到就是华夏是这样的 华夏是继万江之后的一首 又一首描写 加过情怀的这样的歌 而且那里边也是金句频出 嗯 为大家清唱几句你就能够知道歌词传达的内容是什么 那好 在这么重要的时候 我必须播报一下 现在是蓝月亮送祝福时刻 我们有请李一刚演唱《华夏》 走过风和雨 幸福中藏着泪花 来时还作中国人 无悔如花霞 贤卑之努力 不悲不负烧花 那梦里的刀花 像在天之涯 您在张家岗去唱这首歌真的是意韵悠长 是的 然后作为炎黄子孙 华夏儿女 在长江的最后一个弯唱起了华夏 然后同时央视秋晚又在这里录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对对对 我记得之前您在我们总台的这个春晚上唱过一首《嫦娥》 里面有一句词说的是 祝愿月圆人圆天地共团圆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用在我们中秋的时刻也特别合适 所以就是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祝福在中秋佳节 送给朋友们呢 太多的祝福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节日 就是中秋佳节 它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同时又是让天底下炎黄子孙 然后我们的同胞 万星归一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起祖国的统一 我们会想起家庭的团圆 想起自己的亲人 想起故乡 想起儿时的味道 所以这个节日就真的是 我们这么多节日当中非常与众不同的节日 也是中华民族 然后在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到现在 这个节日也透露着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从未间断 那在中秋节有那么多好的诗篇 历史上那么多的古人都描绘着中秋佳节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名 对是这样的 然后太多太多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所以就说几句祝福吧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祝福每一个人都幸福安康 然后也祝福所有人在这个日子里 都能团团圆圆 幸福美满 就这些 好的 李玉刚送来了诚意满满的祝福 我呢 也给您准备了一份祝福 是一个礼物 今天呢 我特别去到了这个苏州的博物馆 因为苏州博物馆坐落在姑苏区 刚才呢 您一开场就唱了姑苏这首歌 那我特别给您选的是一个正观之宝 您可以看看这里有个介绍 蜜色瓷莲花碗 它有莲花的这样的一个花瓣的纹一样 然后是五代时期 五代 在宋之前 那很早了 看看后面还有什么 高雅出尘器物通过 是以清诱 是月瑶 清词中难得一见的瓷色 对 蜜 蜜色瓷真品 蜜色瓷对 而且特别有一点就是您的这个姑苏的这首歌里啊 唱了一句叫虎丘塔旁宜人红秀 这个莲花碑呢 就是在虎丘塔里挖掘到的 所以我也觉得找到这个礼物代表这个苏州博物馆送给您 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你看我们的历史多伟大 那个时候这样的瓷器的气形就这么多美 多美 而且您不觉得吗 这个气形这个颜色和您今年的秋晚的服装和去年的都特别搭 特别特别的搭 因为这个颜色也是中国色 特别高级 希望您用这样的茶杯喝着茶 写出唱出更多更好的含有中国风的作品好吗 哇谢谢真的送给我了 是的 开心得不得了快 记住裴姐给你送的礼物 见证一下这样好的礼物 太开心了 喜欢喜欢 好谢谢您 那现在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打卡环节 要用您的手机拿着我们这个央视新闻的这个中秋的卡 自拍 要是我们互动一下 我们自拍一个是吧